很多小社青 就是说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然后他们其实又很有心服侍 那其实他们回到家 他们真的是整个人泪滩了 就是说有些人累到 可能就觉得自己灵修都没有力气 他又想服侍主 他又想要好好把工作做好 他又想学一些东西 他的人生当中又开始要去经营感情婚姻 那其实老师也经过这一段 我是很想听老师 怎么样在你繁忙的生活 服侍家庭 因为老师你现在也当阿公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是最后 你怎么走过这一段路的 一定有一个阶段 工作也很挑战 家庭这些都很挑战 怎么做呢 怎么平衡人生 每天早上我大概五点半起床 我大概七点半去吃早点 在这个中间 我有至少五十分钟的时间 我会完全安静下来 当你完全静下来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会发生 第一个你会发现 内心完全平安 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希望你能够尝试到 第二个呢 你前一天 你无意中犯的一些错的事情 圣灵会告诉你 让你的品格更好 你该去认罪悔改了 你就应该去 那第三个呢 他会帮你思路理清 他也会帮你解决难题 所以我 七点半去吃早点以前 我这一天 百分之七十五的事情 我都已经做好了 因为方向都有了 所以这个能够帮助我 就是说你说任何工作 跟信仰 跟家庭 跟健身 这个平衡的事情 怎么来调理 真的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真正紧急的事情 我们才能分不清楚 只要你不断去做紧急的事情的话 那你重要事情做不了的话 那你有越来越多紧急的事情出来 所以这些都能够帮助大家 把你的先后持续弄清楚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先从十分钟开始 我觉得今天孔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其实很关键 因为其实我们很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 让神做我们的主 跟我们说话 也让我们思想